有些话我必须听完你以后才有勇气说 刚才还一口一个惯人叫着 现在转眼就不认人了 你这个便宜占的倒是 你 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还跟我撂狠话 说以后都不要我管 要不是我今天多个心眼跟着你过来 搞不好你现在已经成了那个欧阳旭的便宜丈母娘了 我只是一时失察 卓氏先生他们说 姓高的为人正直 谁知道呢 对我们黄尘司的人来说 一时失察很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死 你也不想想看 一个一听到自己女婿做了公关官 马上就退婚的老匹夫 她能正知道哪儿去啊 赵盘儿 你不要每次一跟我闹别扭 就做一些让我提心吊胆的事好不好 今天万一那个老匹夫 起得不是色星而是杀星呢 他叫人把你绑起来丢到便和里去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了水鬼 我以后怎么办啊 故障事 你 瞎胡说什么啊 我说故障事啊 我有说错吗 我说要娶你 你也答应过 你自然就是故障事 我不会给你做妾 如果我要纳妾 我需要用曲这个词吗 我的意思是三书六礼 明媒正举 我要让你当我的正道娘子 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生气 经过陈莲的提醒 我大概是了解了 你是不是在茶楼的时候 听到我跟那个男人说话了 是 我听到你说跟我只是逢长作息 还感谢他们给你安排的名门婚事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雷静 是我的顶头上司 是一个收了郑清田二十万惯项 要我命的黄尘司使 我能跟他说什么真话 还说什么纵被几国内修 现在只不过遇到一点点风吹草动 你马上就开始怀疑我 你的胆子根本就没有 你想得那么大 是 我知道你被一个男人伤过 你现在很难交付真心给别人 所以一有什么委屈 你从来都不敢光明正大地说 只能拐弯抹角地自己生闷气 归根结底 你就是不想别人瞧不起你 所以你拼了命的要嫁给静氏当静氏娘子 你拼了命的要在东京根深理措 但是你知不知道赵婉儿 其实没有人瞧不起你 最瞧不起你的人 就是你自己 顾建帆 怎么 我说错了 恼羞成怒了是吗 是 我是自卑 我是不相信你 那是因为我想要的 不是嘴上说的一时勤怒 是一生一世 你 求婚许诺的时候 我是挺开心的 可是 你清醒过来一想 一个黄成丝的父侍 怎么会娶一个见其从两年 你不后悔吗 是不是我现在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我 好 这里有三张地鸡 四把钥匙 我围观十二年 所有的家当都在里头了 你说我好 你现在想不通没关系 回去以后慢慢想 我担得起 胡旋帆 等等 哎呦 你真的是真心的 真的愿意对我明媚正确 还记得那晚我们在华丁县喝酒吗 我想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喜欢上你了 后来在暗牢里 我看到你平安无事的那一瞬间 我就想把你娶回家 好好保护你 你不是一直想当近视娘子吗 我怎么说也是二甲近视 嫁给我不吃亏 那你的仕途呢 你不要你关生了 我的名声好听吗 你现在随便抓个人过来问一问 一个黄尘寺的库里 和一个曾经在教坊的歌迹 谁跟他而言 这次是你主动的 想好了 想好了 真的不负我 我必不负权了 以后再遇到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给我点时间 让我解释好不好 小魏的事情呢 我是真的没有骗你 只不过我跟肖家的关系 太过于复杂 又跟黄尘寺的攻势 牵扯不清 所以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我可以不问肖家的事 但是我真的太不了解你了 你可以随意调动你的手下 把我的一言一行查得清清楚楚 而我只能被动地等着你出现 至于你的朋友 我们好了之后该防着谁 逼着谁 我都不知道 吴千帆 你有这么多秘密 我不知道你一个近视 是怎么近个黄尘寺 除了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武功 我几乎对你一无所知 以前是以前 以后我会把我的事情 慢慢都说给你听 我们这样还挺像跳615的 你还挺处编不惊的吧 那是啊 今天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 胆子自然就小大浪 有些话我必须听完你以后 才有勇气说 什么事 不是 真的 你听我说 我刚才在宫中呢 突然想到一些事情 我真的怕说出来惹你不高兴 但是我又怕我永远不说的话 你会更不高兴 其实我定我近了 我一定会说过 我一定会想到 想到准备你 我一定要复伤 我还没想到我 如果你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